整片玉米田都快要倒光光 让农民是欲哭无泪 5月的强降雨 造成榆林县包中香和轮杯香的玉米田倒幅严重 我们的栽埃 我希望能是全民农家 因为大森小森 大森的倒入林冬或是要烹饪的小森 后来它的监修也好要烹成以上 为此5月30号 立委刘建国邀及农业部农粮署云林分处 到包中香会开玉米的栽损状况 并且要求农粮署赶紧处理 如果受损情形有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就要马上来启动 有栽埃的栽埃很严重 由于世长的同样也有栽埃 对于栽埃的栽埃是栽埃的部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栽埃的栽埃的栽埃一定减少 虽然有一个时间它会跌起来 但是明显看出栽埃一定会减散 所以我们也来建议 就是我们农政团队 乎快来做这个处理 如果大家这个天然灾的救助 就乎快来挂动 应该是要对比较跨面 和对速度来乎快 可以让我们的栽埃 这个孙来更加统计 农粮署也呼吁农民 如果有受损赶紧到公所进行回报 让公所知道到底有多少农座级面积受灾 农民也可以先自行拍照记录 未来勘察时就能够直接使用照片进行参考 我们来部中和伦北这边看着美 给大家农友报告就是 请大家农友如果有受损的 我们快去公所那边做一个回报 给公所让他们了解说 到底有多少民族 多少作物有受灾的情形 另外就是也请我们农友 先自己却一个想做一个记录 如果未来我们公所要复杂的时候 可以拿我们这个记录的照片 让公所来参考 农民看天吃饭这一次的强降雨 让快要收成的玉米损失惨重 如果有受到影响的乡亲 要赶紧通报在地公所 避免影响到自己的权益 云林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